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你的美國朋友之語的頻道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美國最近的現狀 就以我一個留學生來說 我的感受 我的所聽、所見、所聞、所看、所感知 就是說這是一個閒聊的視頻 所以不是一個新聞播報 然後給你你知道那什麼FBI最前線的內線消息 我就一邊化妝一邊跟你們聊 首先呢第一點就是最近這個黑人啊 那被那個白人警察給那個 他的膝蓋是壓在他的脖子動脈這個地方 然後把他給choked窒息而死 這樣子的一個新聞是這幾天最大的 然後現在還沒有結束哦 他們還在做這個抗議的活動 在很多城市都有 太多了就數不完 你們知道最有名的那些城市都有 紐約啊、華盛頓啊 就是很多太多數不完的城市 OK我簡單跟你們說一下 我找了很久都不知道 我知道這件事情的後來 就是我知道說他是 哦他是黑人 然後被白人警察給窒息而死 就這樣子 那 那為什麼呢 有太多說法了 有一種說法說他是 就是非常危險的警察在通緝的人 然後他犯了非常多就是那種 呃非常大的案件 就是他殺過人的 然後他是被逮捕 那他殺人被逮捕的話 代表他是非常兇殘的人嘛 他不是那種他那種小事情 偷一塊麵包或是什麼 這種小事 所以警察對他是有很高的防範意識的 就覺得一定要把他這樣子強制的 那個不能讓他反抗 或者是 逃跑 所以就是要抓住他 那另外一個呢 我看了 我感覺是比較公正的 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 但是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說法 因為很詳細 就是他在一家便利潮商哦 他去買了一包煙 然後那一包煙是20塊美金 他拿了一張假鈔去買這包煙 嗯收銀員當下就覺得說 欸這是假鈔 然後就跟他 就是他一邊報警哦 他一邊勸他說 欸你可不可以就是 把這個煙還回來 我想他可能也是想私下和解 就是說你煙還回來 我忘了我現在報警哦 你煙還回來 我們當然每次煙試這樣子 然後結果他拒絕了 這個男的黑人男性他拒絕 那他拒絕呢 喔先跟大家說 他的名字叫 弗洛伊德 我不知道中文確定是不是這樣翻 應該是 我先看了一下 弗洛伊德 就說這個男的黑 男... 黑人男性 這樣講好了 大家比較清楚 就要回到他的車上 然後車上呢 副駕還有另外一個男士 然後後面呢 後座呢 還有另外一個女生 運營商店的人員不是打給警察報警嗎 警察很快就趕到了 一共是 一共是 四名員警 然後因為弗洛伊德啊 就是他那時候是醉的 就那個超商店員說的啦 就是他是醉的 然後有一點就是 不知道幹嘛 就是神智就是不是非常非常像 普通人這樣子 然後因為他喝醉嘛 那他在那個主駕駛上的時候 警察就掏槍就拿出來 然後就指著他 就他說手 雙手放在防下盤上面 然後他就照做 所以他出來之後呢 警察還是決定說 把他壓到那個警車上面去 那壓到警車 從他的車到警車的途中呢 他就搖搖晃晃的 然後就故意就是 站不直 他們是說故意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可能是 因為警察問了他一句 就是說 Are you on something? 就是說 你好像是不是有在用毒品 就是你現在是不是在害 你是不是在就是用完毒品那個興奮的那個反應 你是不是 然後他沒有回答 在那個紀錄裡面 曾俊就是那個紀錄裡面 只是說他沒有回答 但他走路呢 他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搖搖擺擺擺擺 然後不知道是墜還是說 你知道用了毒品 後來他就跌倒了 然後警察覺得 就他可能是假跌倒 就沒有辦法 就他們的仕途一直想把他弄起來 然後要把他送上警車 但他不起來 後來呢他就在車子的旁邊 然後警察他跌下去 然後警察四個就有人壓住腳 有人壓住那個膝蓋 有人壓住腰什麼 反正就是四個人就是搶持住他 然後其中那個警察就是 大家最輿論推到最高 就是那個警察用膝蓋 是壓住他的脖子的 讓他不能呼吸 最後導致死亡的那個警察 就是有另外一個警察說 是不是要把他反過來 然後用膝蓋壓住脖子的那警察就說 喔不用 我們這樣子制服他 維持原狀就好 他就這麼說了這麼一句 所以他們就真的 就大家就是維持原狀 但那個現場呢 可能就是有民眾就過來 然後就是說 就替他求情說 不要這樣壓他 這樣他會不能呼吸 然後什麼的 就跟大家說 我沒有看這個影片 因為我已經知道事情 事情大家在講之前 我已經知道說 他就是已經七 就是七分多鐘還是什麼 然後都沒有讓他呼吸 然後就在那個影片死掉 所以 就你就知道他要死了 我內心是真的 不想去看這個啦 我不想要腦子裡面 留下這個畫面 就覺得 很殘忍 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沒有說誰對誰錯 這事情就是 就是沒有那樣子 我就覺得 反正我覺得蠻殘忍的啦 那 我剛好要去點開這個去看 就是為了看他窒息 最後這樣子 那我是 有一個說法 有些人說 在 在募集現場的人 講說他最後 就是還叫媽媽 什麼的 那 那影片也有人講說 是說 這個影片其實呢 他沒有做非常大的 就是他沒有說 哇 I can't breathe 我要死了 他沒有這樣 那他就是那種 小小 哀莫的那種 那警察 搞不好以為他在演 真的 有時候警察可能覺得他在裝這樣子 那 好啦 反正是 事情始末是這樣子 然後後來當然就是 拍的那些人啊 民眾啊 就是看警察 因為美國警察的執法力是非常強的 他們的權力是非常高的 大家對警察那種 那種尊敬是跟在台灣 非常非常不一樣 就很怕他們 很怕 是非常尊重美國警方的這樣 那 反正這件事情呢 為什麼鬧這麼大 就是因為 他是黑人 然後 警察是白人 簡單來講是這樣子啦 但是呢 其實這跟最近政治也是有關係 要選舉了嘛 人家說其實這是有一些力量的 就在這些抗 就是有一些黑幕的這樣子 在這些抗議的人事當中呢 不完全都是內州的人 就有一些是外州的 反正就是 不知道 有些人是想要起哄啊 然後讓這件事情就越演越烈的這樣子 可以有助於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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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內幕我就我也不清楚 我也不是內幕人 但我就說 以美國種族歧視這件事情啊 美國種族歧視不是一天兩天了 就是 這件事情呢 為什麼 演練 越演越烈 就是這麼大 以前呢其實一直都有 就是說 白人歧視黑人這件事情 為什麼沒有歧視華人呢 其實當然有啊 只是因為 我是聽說啦 就是 華人歧視生物鏈的最底端 就是黑人 白人瞧不起黑人 黑人瞧不起華人 就是就是這樣 所以 對 看你感受不感受的到 我自己個人 我有沒有經歧視 我有沒有經歧過歧視 有一次我覺得自己疑似有 但是我覺得 肯定也不算 可能就是 有的時候你知道 歧視這件事情 他可能就是 他不是針對你 他就 他就是 或者他就是針對你這個人 不是因為你的顏色 但是 當然啊 這個事情很多方都會有不一樣的說法 有些人會覺得 因為他是黑人 所以 白人對黑人有不公平的對待 所以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是很 很理所當然的 就是 如果今天換一個白人 是一個白人的嫌犯被拘捕的話 警察就不會把他窒息而死 黑人很多人會這麼認為 覺得說就是看不起黑人 然後 就是要故意執法過當這樣子 但是當然一定會有一部分的人覺得說 其實警察就是在做他們的事情 不是因為他是黑人 但是黑人會以這件 這樣子的事情去 怎麼講 給自己有一種 我不知道 就是保護網吧 就是我 我其實很 兩種說法我都很機會 就是我也不喜歡人家什麼事情 只要自己受到一點不公平對待 然後就要說 喔你這是種族歧視 這樣子 所以對於我覺得 我有沒被種族歧視過 我覺得我是沒有的 沒有什麼大事 就是我覺得說 欸明明是我們做一樣的努力 然後你憑什麼就 比我好 或是比我得到更多 因為你是白人 我是華人 我自己沒有很深刻的這種體驗 可能就是非常小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不是針對我 比如說我跟你們說 我自己去芝加哥的時候啊 然後那時候我還是跟就是 親戚朋友 然後去芝加哥玩 然後那個時候去呢 我們就去那個 Cisus Tower是不是 我忘了他現在改名叫什麼 反正 我也忘了他本來叫什麼 反正就是 芝加哥很高 然後到那個樓可以看福 看整個芝加哥的那個 那我在過安檢的時候啊 然後那時候我就 大家都是冬天大包小包的 可是我覺得他對那個 那個保安人員 他是對別人就不會這樣 他對我超級兇 而且我作為一個華人 我本來就是 華人的個性就是比較溫和嘛 就我不是那種會 就是白臉啊或是什麼 然後我就是很 也沒有到唯唯諾諾 那我就是很配合 他就說 嗯 我要脫掉 什麼鞋子放那邊 然後就是很慌亂這樣子 我覺得我又不是進了機場 就是你這麼 我可以了解這一切的安檢 但是他對我那個時候態度 真的是到 有點 mean 就是不是 除了不友善以外 他對我有點 不禮貌 我覺得 所以 我已經是心很開的人 我是一個很隨性的人 可是我都感受到那種 敵意 就是你有必要嗎 我犯了什麼錯 我是幹嘛 我在羽絨服裡面常讀嗎 就是 大家要過那個安檢 才可以去 最頂樓嘛 那 anyway 反正可能是我唯一一次感覺得到 美國人對我的有敵意 但是不一定是種族歧視啊 可是這樣一樣的事情 可能人家就會覺得說 你這是種族歧視我 對不對 所以 我覺得這個界線真的很難分 所以 不知道 anyway我現在講回來喔 那天發生那件事情之後呢 我先是在網路上看到這個新聞 就很大嘛 大家都在說 然後當天晚上的時候 我就看到直播 就是我們這邊首都的地方在抗議 就是很多人燒車 然後燒 就是燒車然後放火 在路中央 然後他們把銀行都打碎了 我是看live 在facebook上面看live 然後我已經要睡了 大概10點多 11點的時候 還是快12點 我也忘了 反正就滿晚啦 接近傍晚 然後結果 不是傍晚 接近是命 然後我就看到 我就想說 怎麼會這麼嚴重啊 當時我是想法 我是覺得 這些人不應該這樣子 因為我知道這件事情 可能是錯的 執法 就是 是錯的 對 我覺得不管他犯了什麼錯 都應該把他帶去法庭 或是帶去哪裡去審判 那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 他是因為 就是因為20塊 他用了20塊的假鈔 然後去買東西 或是什麼的 但是 我就覺得說 我就沒有覺得說 孰輕孰重 我就覺得 這件事情是不對的 因為他們破壞公共 他們把銀行都 就是拿東西去砸銀行 然後進去銀行 然後就是 就是亂弄這樣子 就是 就覺得很可憐 然後把車子燒了 然後翻過來這樣子 我不知道這是誰的車耶 我就覺得 反正就是覺得蠻可憐的啦 然後那時候我看的時候 我就看很多記者啊 就在那邊報導 然後自己生命危險 也就是 置之於外 因為他們就是要靠的 離那些抗議者 非常非常近嘛 我想警察怎麼還不快來 警察趕快來 因為 我覺得抗議是好的 可是大家就是 冷靜抗議嘛 大家默默的 全部人走上街頭 白天的時候 來做這件事情嘛 所以你晚上這樣燒車 就是 燒銀行 然後搞這些東西 最重要的是 那天晚上我看完之後 隔天才知道 在別的城市都有 這個抗議 然後 還有人死了 對 然後我就覺得一個生命 就是 lead to other 其他的兩三個人 在一個城市我知道 就死了兩個 那別的城市也都有死一個 死兩個 就是這樣的事情 我就覺得 我不知道總共死幾個 不管死幾個 就是一個生命就是 導致另外別的生命也死了 我就覺得很可憐 我是覺得很不值得啦 就是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 還會有人死了 在這抗議活動 為什麼 就在抗議政府 他們敵對的人 敵人應該是政府啊 我們應該全民一起 然後 跟政府抗議 說這件事情 你們政府要重視這件事情 好好的做 好好的 給家屬一個公平的那個 那為什麼要把自己同仁殺死 我不相信他是抗議 然後太激動 就說 好那我自殺好了 應該不是這樣吧 應該是意外造成的他殺 所以 anyway 我就覺得蠻可憐的 然後今天我看了一個影片 就是想說 他的家屬 在 Facebook連線 就跟一個記者 然後記者就在抗議的人群中嘛 採訪了一個警察 那警察好像人是非常好 他就是回答他的問題 他是隊長 好像是 警察裡面的隊長 然後那個記者就問他說 這件事情是怎麼樣 所以我看了一個人 當然就覺得說 欸有警察有警察 就是覺得 剛剛問你的看法是什麼 你覺得這個警察 那些警察做的是對的嗎 那警察就是 非常的有禮貌 讓我覺得很感動的是 他就說 他先講了他對這個的看法 然後 他們說要幫他連線給家屬 Florida的家屬的時候 他就馬上把帽子拿下來 然後帽子 然後他就把帽子拿下來 就說 我真的 是他的家屬嗎 他就說 我真的很抱歉 然後 這件事情發生什麼什麼 然後就說 我雖然 我不是FBI 就是我沒有辦法繼續追蹤這件事情 但是呢 我會以我的這個職位 我會能做的 我都會做到 然後他說 那四位警察是一定會被開除的 然後反正他就是講說 我能做的做 然後就說 我 就是做為警察 我就是心跟你們是在一起的 反正我就看了我就覺得蠻感動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不要太 針對 覺得 警察就是不好啊 或者是 那個黑人就是不好 那這個抗議的活動呢 已經維持了 兩天 三天了是吧 那我自己當然希望這件事情 問題已經很久了 那 現在為什麼搞得這麼大 就像我前面說的 除了政治以外 就是人心 是非常 慌慌不安的 嗯 經過研究的調查 也是在講說 黑人在這一次這個 新冠肺炎的情況下 他們失業率是整個美國 就是最低的 黑人失業率比百人高出不到多少 他們很容易就丟了飯碗 然後大家在家裡沒有錢 然後 就他們整個社會就是非常 然後加上現在這個種族 所以大家又在家裡悶了兩三個月了 都沒有出門 我可以了解為什麼這一次 反而就是 最為嚴重 對那講到這一次 新冠肺炎這個疫情的事情呢 就跟大家說一下 嗯 現在美國呢 很多地方 還是跟之前一樣 就是 大家出門呢 都盡量 就是不出門 那我看到了 我感覺的現況是 大家現在比較常出門了 那沒有 完全沒有回覆到 就是 完全不能跟台灣 就是相提並論 我所謂的 比較能出門 就是從以前 完全不出門到 出門百分之二十的人出門 當然出門 大部分的人都有戴口罩 這是真的 然後盡量不去密閉室的地方 所以啊 我知道現在很多留學生 可能都 就是 就是 躲在美國 或者是之前在疫情 還沒有很嚴重 之前就已經先回國了 我覺得大家就是 稍安勿躁吧 其實這疫情真的很難說 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結束 我知道呢 很多人是回了國 進不來 然後就不想搭飛機 因為搭飛機實在 在密閉上的話 危險實在太高了 那有些人就是要開學啊 對不對 暑假什麼的 所以 但是有一些慢慢的 現在美國很多地方已經開始說要開了 我覺得最擔心的一個就是 遊樂園 那天我看到 因為我之前去過美國 Orlando嘛 那Orlando居然寄給我說 欸我們要開園喔 歡迎回來玩 然後就想 誰會去啊 就是 你遊樂園你去摸 就是千萬不要帶小孩去 如果你有小孩的話 就帶小孩去 然後小孩拆一下 然後 你可能跟他說 玩一天不要摸臉喔 這不可能的事情啊 摸一下那個 遊樂園摸一下那個 然後流一點汗 然後擦一下 抹一下鼻子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可怕 所以人多的地方 竟然還是不要去 那就我一個普通人的學生來說 如果別人問我 我的看法是什麼的話 我覺得生命都是很珍貴的 恩 因為我們也不是什麼 你知道啊 我每次 因為我很喜歡看那種偵探片啊 那種FBI啊 CIA啊 這種片 我都一直會相信 很多事情都是有內幕的 不是我們這個層次的人 可以了解的事情 所以不管以後 這個警察是怎麼樣被裁決 一定都有很多內幕 就不是大家外表 看起來這麼簡單 所以我都不想要多做什麼評論 但是今天我就覺得 人的生命是很珍貴的 是很寶貴的 這就是我唯一的看法 不管他做錯了什麼事情 我確實覺得在大廳廣眾之下 這麼多人都已經在講說 欸 曉得他 不能呼吸什麼 那警察沒有做出任何的反應 就是那警察他們 也有可能在等待支援 因為他們覺得說 他可能是 就是非常危險啊 或者是他有用毒品啊 的情況下 所以他們在等吧 跟時間在做賽跑 但是也沒想到 他真的就死掉了 被窒息了 所以我覺得 就是我沒有要覺得 哪一邊是對的 但是在 在大廳廣東下這樣子死了 然後上了國際新聞頭版 我就是很替這個 黑人覺得很可憐 很不值 這是絕對的 對 那就這些白人警察 有沒有蓄意殺人呢 當然 就後面FBI會在偵查 那我個人是覺得 他們應該是不會大廳廣眾這麼勇敢的 硬要把這個黑人弄死啊 但他們確定 確實是 就是手段過硬了 所以 剛好又加上現在 世界上這個 喔 跟你們推薦一下 明天女生覺得 這個話題真無聊 這個 黑人們過來這種藝術品的感覺 真的不是其他牌子可以模仿的 好啦 我就今天跟大家總結一下 我是覺得 如果你是留學生的話 我們就盡量少出去 這是真的 就是如果沒有必要的話 在家裡 自我充實一下 學一學你一直想學的東西 上上網課 做做工作 如果你有在check case 或者是什麼 不能去上課 不能工作的話 那 盡量不要去 尤其是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前 我就是因為這個新冠肺炎 那我也沒回台灣 然後 我也沒有出去玩什麼的 就是都是在家裡 因為沒有命什麼都 就是不重要了 那剛好這件事情發生了 那現在美國就是全部消禁 就是你不能說 哎呀我今天餓了 出去買漢堡 當然美國本來也不能這樣 如果你在紐約 你就可以 對不對 但是其他城市的話就不行 現在就消禁 你就是晚上不要說 去找朋友 就是幾個城市啊 就是說你都不能出去了 因為太危險了嘛 別人在抗議 然後火燒到你 就是這種意外發生啊 才會有幾個人就死了嘛 所以我覺得像我們這種留學生的話 如果你在看我影片的話 希望你就是安分手直接待在家裡 我們就好好的待著這樣子 嗯 對就是生命最重要 畢竟家人不在身邊嘛 我們自己能夠保護好自己 就是能待著就待著 挺好的 我覺得一輩子有多少時間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如果你是台灣人的話 就跟你們說一下 我覺得美國現在感覺 我不知道 因為台灣的新聞 就是一定都會報最大的事情 所以美國的小事是不會報的 會報最大的 所以你們看起來可能覺得 哎呀美國好亂啊 像那時候紐約覺得 哇紐約超級危險 但你知道紐約這麼大 紐約是這麼大 所以它很多區嘛 不像台灣可能 我不知道一件事情爆發的話 那整個台灣都差不多了 就是全部都會淪陷這樣子 不管是疫情啊 或是什麼 那 當然紐約是危險 但是大家會看到是最危險的那一個 然後就像台灣 如果你們看台風天 你們就知道 有的時候就是新聞記者說 哇現在啊什麼什麼 這個水已經淹到哪裡了 它已經淹到脖子了 就是 看記者是非常在風中這樣子 就是 我不是說它是假的 它是真的 但是確實也有新聞爆出來說 他們拿三年前的假新聞片段 然後放到現在就是為了什麼 為你們的關注 這個知識 這個新聞點 就是要看這個 就是很浮誇 我不是跟你們說這些都是假的 這些事情都是 剛剛我說的都是真正發生的事情 確實是非常的大 然後值得國際之間的關注 但是其實美國人的普通老闆性生活的話 跟我們就沒有太大的直接關係 那我們雖然會討論一下 但是大部分的人沒有去非常激烈的去 全部百分之六七十的人都走上街頭參加 到還沒有到這個情況 可能過幾天就到了 我不知道 但是目前是沒有這麼嚴重 所以希望大家還是不用太浮躁 大家還是穩穩的這樣子 因為畢竟新聞是什麼 新聞就是要讓你看到 精彩的 好看的那一段 就是上網看一看 關心一下這樣子 我覺得就很夠了 不需要走上街頭 或者是製造一些太大的那個 當然如果你有你自己的看法也是很棒 那我就以我今天一個比較中立的 然後留學生的看法跟你們分享一下 好嗎 我覺得今年2020年對全世界都是一個比較 比較難的一年 希望大家在生活之餘呢 也可以放慢腳步 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大家不要這麼浮躁 對 世界已經夠難了 我們能做的就是好好的保護自己 愛護自己 愛護我們愛的人這樣子 那今天分享到這裡 如果新朋友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我每天都有新影片 明天見 掰掰